Hello,大家好,就说一下要坚持 任何的成绩我都要坚持的 那比如说我看到的事情就是我有一个朋友 他当时的时候,他GRE考了满分 他跟我说他的 那个时候还是用MP3的年代 就为了就是练单词记忆啊 MP3听坏了两三个 就是在那两三年里面他疯狂的在准备 这需要非常大的毅力和勇气的 后来他考了满分 然后他被康奈尔录取了 他没去 他也是一个非常有主意的人 他也有选择自己的路 但是这是少给他来选择的权利 那这都归功于 他确实有一方面就是太多坚持 我到现在都很 有的时候我很难理解这种坚持 就是为什么有些人可以坚持 但是我想 当你回归自然的时候 你自然可以做到坚持 因为什么呢 因为人本来是没有懒惰的 人本来是没有杂七杂八的想法的 只是因为外界的习气 就是外面后天习得的这些 让我们变成这样了 有一天我们变成自然的时候 就是你会发现你是自然优秀 自然勤劳 自然简朴 自然坚持 那种 那个时候的坚持 简朴 和优秀 那是非常超凡的 也非常珍贵的 也非常自然 非常踏实 加油 加油